心式辅助器能帮助维持心脏功能 配合携带装置就能回归正常生活 心脏全年运转不停歇 帮助身体循环血液 如果冠心病、心肌梗塞、心防战动、心肌病变等心脏疾病控制不良 就很可能发展成心衰竭 严重的心衰竭 患者会有容易疲倦、活动异喘、四肢水肿等临床症状 医师表示心衰竭首要以血管扩张剂、强心剂 或降低心脏负担的利尿剂等药物治疗 也要针对结构性问题治疗 当末期心衰竭无法靠药物改善时 必须考虑心脏移植手术 根据器官捐赠移植中心统计 2021年等待心脏移植人数有215人 每年却仅有一百多人捐赠 可谓生多粥少 在这个等待当中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继续等待的 他已经到了严重的心脏衰竭休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变成要用辅助的装置了 等待换心的过渡期 心式辅助器能帮助维持心脏功能 从以往必须住院 才能使用大体积的 暂时性心式辅助器 发展至今已有更轻巧的 长期心式辅助器 透过手术植入引流管 配合携带装置 就能回归正常生活 病人可能第一个年纪比较大 他已经超过心脏移植的标准 第二个是其他因素 让他不适合心脏移植 所以这种病人的话 主心肾辅助器的支持 就是他们唯一生存的依赖 若患者无法换心 长期心式辅助器 是目前续命的治疗方式 研究发现植入心式辅助器 一年存活率可达最高88% 第三年仍有78% 然而针对心脏失去正常功能的 任何患者而言 已是强调心脏复健很重要 病人是在生病急性起 但心脏表现已经不够好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目标 就是一个所谓比较低强度的心脏复健 刚出院这一段 一般来我们会抓三到六个月 但在身体上面我也要养成他 知道我的运动表现 因为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用辅助器 各种监视的仪器 包括心电图 学养这些 因为你有前面第二阶段的概念 在监视下你能表现做到 累到这个程度是安全的 所以他就可以个人化调整 他喜欢的运动习惯 还有他运动时间 那当然最重要我们是要养成 他将来的一个长期运动习惯 振兴医院心脏外科团队 从台湾首例唤新至今三十余年 一病一新 振兴医治团队已成为这些病友的伙伴 如同家人般至今累计完成 超过五百四十例手术 术后存活率首年百分之八十三 五年存活率仍有百分之七十七 更有病人移植后存活超过三十年 手术成效在国际水准之上 医师提醒心脏疾病别等到新衰竭才治疗 最好从源头预防 像是戒烟 控制肥胖及三高 还有定期体检不可少 记者田博生采访报道